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 神是我们的元帅 不是我们的助手 那这个是很多人的观念 就是觉得呢 我有问题 我有困难 就找耶稣帮我了 这个是真的 耶稣真的会帮我们 不过呢 他的身份不是助手 他是我们的元帅 是我们的带领者 是带领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将生命 整个生命交给他 就什么都不用担心 人有时候会担心的 譬如说做工 糟了 不知道怎么办 会不会这份工稳定 会不会升职 前路怎么样 事奉会怎么样 我们都很多种的担心 人会有很多种担心 但是呢 正经讲到 他做元帅的时候 他带领我们的时候 他是会照顾一切的 我们先求神的国 和他一起 加给我们 还有呢 天来地何 等他高他的词 或向敬畏他的人 也都何等很大的恩典 还有呢 就是 神呢 为爱他的人所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生 未曾想过 就是说 只要我们爱他 顺从他 先求他国和他义 他就会将一切最好给我们 并且超越我们所想所求 就是说 他会负责我们的生命 耶稣来是叫我们的生命 怎样呢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就是神来到呢 就是叫我们的生命 是丰盛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轻松做人 越轻松呢 越轻松 越轻松的人呢 越开心 整个心境更加好 潜意识更加健康 整个人呢 会得意志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说 我们思想呢 就是说 我给耶稣掌管一切 但是人很多时候呢 就不太制 就是 怕着呢 耶稣 不是照我所想的 或者有时候 我们想要的 他不给我 但其实这是一种 对神的误解 神给我们的 是最好的 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好 很多人呢 祈福的心态 祈福的心态 祈福的心态是怎样呢 就是他来到信耶稣是祈福 就是很多人信耶稣呢 一边信耶稣 一边呢 就担心的 就是很多 我的生活啊 我前路啊 我婚姻啊 人家接不接 我是一直担心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自己做主 自己话事 人话事呢 人话事 人话事 人是否一个好的管家 就是人如果不靠神的时候呢 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管家 因为人话事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 什么东西都用人的方法 而人呢 是掌握不到前路的 因为人是不能够 控制到前路 人也都不是有 预备的智慧 人呢也都是 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 就是听神的话的时候呢 被耶稣做主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生命 就会被提升的 神就会为你预备呢 是你想也未曾想过的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真的神呢 为我开路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信心 神为我每一样东西都开路的 例如说 神愿为我预备 就是我现在将会呢 是欣申得性会认识书 我已经上了几年了 但是呢 最近是有一个 中泰的文字部 他跟我说 那就是神已经有个心了 那我最初呢 都在一路 尝试一下自己的方法 因为太复杂了 那我都 结果是没有做到的 但是神会负责这件事 所以神会搞定 神会完成这件事 那现在这个过程呢 神又会一路继续 下载一些好东西 给我的资料 让我让我 让我听说得性更加丰富 更加神制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神 为我预备的 就是神负责了所有的 你坐下 后面这个视频 可以坐下 OK 那当我们肯将我们的生命 完全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我们就整个生命 神就会将我们 天牌得最好的给我们发生 那有些人说 我不是传道人 那神会不会为我天牌呢 神一样会负责的 就是无论我们是一个家庭主婦 一个学生 一个普通的工作的 任何一个职业的人 神都有一个计划 那问题就是 你愿不愿意给神去掌管 当神掌管了生命的时候 你自然的生命 就会一步步提升 那为什么人不肯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 我们觉得自己 最安全 我们从小到大 有个观念 什么都要自己掌控 就是比如说 小时候的玩具 要玩的时候 我自己玩 如果有个朋友要玩 我们不想他玩 因为为什么呢 他拿了我的玩具 他弄烂了 不知怎么办 就是我觉得 我要掌控 于是呢 我们就不肯给神去掌管 我们整个生命 信了耶稣之后 是否真的给耶稣掌管 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如果给耶稣掌管生命 你就会发觉 神的恩怜 一步一步 越来越提升 那我们都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 我们有什么地方 是不肯给神掌管的 比如我们的情绪 是否会整天都不开心呢 这个就是不要给神掌管 自己烦恼 我们跟人交往 我们是否用自己的方法 或是神的方法 如果用神的方法 神是会负责的 如果用人的方法 就是会猛诊 牢吵这些东西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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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display 是不是很短 没有了 坐下 就是最长的那个 没有了 OK 我们都反省一下 我们跟人接吻 我们是否用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什么 人能把我怎么样 有耶和帮助我 我必得他 人能把我怎么样 就是人不要紧要 他害我我的 神的方法是 他祝福 他咒了我 我祝福他 这个就是神的方法 我心不介意 因为他不能害到我的 杀身体 我杀灵魂 不用怕的 我不用受的影响 因为神是会祝福我的 这个就是神的方法 我的生命主权交给神 这个就是神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 是用人的方法做人 所以变成了 整个生命很多困难 好了 很多人祈福的心态 怎样可以做到 好了 祈福心态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些 许愿树 那些祈福 那些 就是 这样的东西上去 就觉得 会有祝福 那谁担保你 一棵树担保你 一棵树担保你 就是人呢 就会 好像 总是要找一些方法 但是全人的神就不喜欢找 那祈福的心态是什么呢 拜完你就满足我需要 我拜你呢 那只鸡放上去 跟着鸡就吃回 那不过你就照我的意思了 还有呢 照人的意思 不是照他所拜的意思 所以人说耶稣之后 照我的意思 和主人问我祈福 那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心态 很多基督徒得不到神封性的生命 就是他的生命呢 很多问题的 原因是 因为人以为靠自己最稳团 就是靠自己就行了 还有以为神的方法不够好 不够快 就是觉得神呢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不帮我 有些人说 我经历是这样的 我求神你帮我 考试考得好 又没有考得好 就觉得神很帮 但是我们给神帮 不是说 我们求神 现在解决的问题 而是 我将我主权交给耶稣 我整个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 神是会帮我们 更加能够处理我们的生命 读书更加好 或者人的问题 神是快点叫那些 骂那些人 快点消失 快点变好人 他不会就在身边好人 神的方法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受人影响的 那这个是 有很多人不喜欢 他说 神最好是这样 阿拉丁神得 你要什么 神一声 个人立刻为你成就 就是这个人的方法 但是神的方法 是改变了我们先 我们肯服神 要由神去改变的 就是很多人 其实创妙了解神的方法 第一 就是神是我们的元帅 耶税 他是耶华军队的元帅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对不起 耶稣禁五章十三節 耶穌亞靠近年來的時候舉目論看 他寧有一個人手裏又伸出了一刀 對面站立 耶穌亞到他那裏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他回答說 不是的,我來事壯壯說軍隊的元帥 耶穌亞就苦服在地下拜說 我主有什麽說吩咐同日 耶穌亞軍隊的元帥對耶穌亞說 把你腳上的爬脫下落 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 耶穌亞就照著含了 好了,這裏講到耶穌亞去到接近耶利哥城的時候 就看見一個人手裏有拔出的刀 就在對面站立 就說,很自然問你是幫我們還是幫我們敵人呢? 你是誰呢? 他說兩天都不是 我不是你的助手 又不是你敵人的助手 我是耶穌亞軍隊的元帥 我是神的軍隊的元帥 在聖經裏面都沒有說到這個人出現是怎樣的 有時候沒有記載 其實他的同在很可能是有榮光 或者他所做的事 他的同在是不同的 而這裏呢 約書亞的反應就立即向他下拜 然後就說有什麽吩咐 我主有什麽吩咐 即他知道這個不是人來的 是神來的 耶穌亞軍隊的元帥就說 你把你腳上的鞋脫掉 因為所站的地方是聖地 即是說這個就是神自己來的 在神論上我們就說 因為聖父沒有變成人 聖靈沒有變成人 所以這個就是基督 當他降生之後 他可以在舊日和生日出現 所以這個就是基督在舊日出現的 在這裏出現他的同在 他的榮耀 和他的那種影響力 譬如耶穌去呼召門道的時候 馬太在瑞關沒有很多錢 他就說來跟從我 他就立即來起床就走 為什麽會這樣呢 就是耶穌的同在 耶穌那種力量 在他生命中立即做功 他立即跟從他去走 這個就是神的同在帶來的工作 而當日也是神的同在做這個同樣的工作 我們今天都可以 在神的同在之下我們可以改變的 立即約書下知道這個是神來的 他就向他下拜 並且就脫掉他的鞋 因為這個是聖地 好了 第一就是 神就是我們的元帥 第二 不給神做元帥的後果 有什麽後果呢 如果我們不聽話 有些人說 你說什麽都好 我都不會聽的了 即是我有我的方法 譬如有些人呢 一度戀愛 聖經講了什麽 牧師講了什麽都忘記了 就算這個人不信耶穌 因為他覺得我要自己做事 我自己做事呢 起碼我得回這個女仔 這個女仔呢 我跟他在一起很開心 他覺得呢 覺得是得到他想要的 但這個其實不是神的方法來的 好了 多數人呢 他只是想得幫助 就是有什麽後果呢 就是第一 他只是想得到他要的東西 他想要什麽呢 他的需要 他的經濟 他的經濟 持途 婚姻 情緒 健康 他就想 他自己做事 下面的圖就是 人做主 神服事 他們就向著我方向去 耶穌跟著我 你就做一個工作 你就make sure 肯定我讓人順利 這個就是人的觀念 神是想我們怎樣呢 神是想我們呢 在他面前 讓神做主 因為人做主呢 是有很多問題的 我們就算一個人罵我們 我們都搞不定的 我們煩惱都搞不定的 我們煩惱都搞不定的 我們工作也搞不定的 我們被人踩到魚也搞不定的 我們很多事情 我們根本是沒有把握 做得到 但是神有把握 就算你的工作有問題 神有把握可以幫到你的 那你給神計劃 帶領呢 讓神使用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那所以呢 那圖畫呢 就是耶穌帶頭 我們每個跟著他 這樣呢 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他是全能的神 為何很多人不喜歡信耶穌呢 他說我信我的那些神呢 我就拜了他 他就聽我說 其實沒有聽過 其實沒有做到的 但是他說耶穌你要我凝聚 要我韓服 這件事神是不喜歡的 那很多人就有這個信仰分裂症 信仰分裂症是怎樣呢 他呢 就覺得呢 世界和神是分開的 世界呢 就給什麼我呢 給錢呢 快樂呢 成功啦 叛偶啦 享受啦 屋啦 被人尊重啦 那神就得什麼呢 天堂和屬靈的福氣 那他說這些我不想要 這些太抽象啦 太遠啦 他就是我想要錢 我想要配偶 我想要什麼 但是他不知道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神給的 神必要你成為百萬富翁 但是神會給你足夠 你可以做到神 要托付你的人 比如好像我去列國 都很多錢的 還有有時候去到列國 那些國家需要錢的幫助 我都幫助他們 我們幫助他們的數目都挺大的 我們幫過他們建了兩個建築物 買過很多個電單車 讓他們可以請人去駕車賺錢做宣教 都不少錢的 但是呢神會供應我 就是當我有這個心的時候神就會供應 那同日神都會供應你的 神都會幫助你 你只要聽話 神又會幫你做到你要做的事 譬如我在我家庭很貧窮的時候 神會給我機會 能夠讀書讀很多 是我根本是完全不是我的能力的 是神為我預備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神負責這一切 神都為我預備一個好好的配偶 多謝天父 祂又給我很多智慧聰明 這些都是神 什麼都有個配套 神連上耶穌一起 各樣的東西 全部都一起送給我們的 起不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了 起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同伯伯的子給我媽媽 就是所有一切都給我們 所以你想聽完耶穌話 給耶穌做主 祂就照顧你一切 那你前路呢 你是不用擔心的 那你不用發噩夢的 你不用擔心的 因為神會照顧一切 只要我們逐步每一件事聽神的話 好了 為什麼人靠自己會產生問題呢 因為人有罪和自私 因為人呢 人的罪性 罪就是被魔鬼控制 會自私 還有人是蠢的 那你說不蠢 人很聰明的 人發明到電腦 現在的機械人很聰明的 做事就是可以聰明 但是呢 在處理生命是最差的 那些科學家 一樣可以吵架 一樣可以離婚的 一樣可以 情緒有問題的 就是說 人在一些事上 他有聰明 但是在處理生命 和得到永生 是非常之蠢的 他自為聰明 還有人是短視的 就是看的是眼前的 眼前有的東西 不會看永恆 和人能夠掌管前路 尾倉書五十五章九節 天怎樣高於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於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於你的意念 就是神呢 他的道路是非常高的 是我們沒有想像的 人都覺得自己很聰明 其實人呢 現在 就是很多人說 我們現在科學這麼進步 我們將來的人不會死的 真的 這個好搞笑 他就以為 我這個器官壞了 我又 他不是移植 他直接將它修改 修理 他認為他可以修理到 的確 現在有些科學很厲害 他可以找一顆很微小的 遙控的機械人 他不是人 很小的 一顆小到怎樣 可以入我們微思血管 可以入眼球裏面 把眼球修理 真是很聰明的 真是人在這些事上很聰明 但他以為這樣就不死 但其實一個人 他裏面一樣會壞 一樣會死的 人的道路其實是低的 雖然聰明人 他以聰明來說 都挺高的 不過呢 和神相比是沒有得比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天理地何等的高 神那種超越 是世人 沒有達到的 好了 不讓神完全作王 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活得辛苦 煩惱無力 就會一個人 不開心 很辛苦 為什麼呢 不把握到前路 很辛苦 被魔鬼和人偷竊毀壞 因為魔鬼就是偷竊殺害毀壞 魔鬼是最喜歡破壞的 你任何一件事被破壞 他是很開心的 還有呢 不能夠討神起源 沒有神的起源 自然的生命裏面 就會有很多的問題發生 就是說 原來人不給神掌管的後果 你不聽神的話 這個後果是自己受苦的 第三 神掌管一切 讓神作元 上去帶來的福氣 神會有什麼福氣給我們呢 神掌管一切 因為神掌管一切 恩典 什麼都是神掌管的 你整個生命都是神掌管的 全部都是神掌管的 那如果人讓神作王呢 就進入神最高的計劃 這個計劃呢 是你沒有想像到 原來我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我以前是沒有想像 原來神可以這樣用我 是真的沒有想像的 我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給我好的教導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掌管你生命 每樣都可以 那有什麼後果呢 喜樂力量 會開心 會有恩賜 有些人很追求恩賜 有些人跟我說 我現在發現 我有先知性的恩賜 我會領受這些信息 我說非常好 這個是好的 但你最重要 如果不是看那個恩賜 是我有神 祂一定會給足夠的恩賜給我 不是說 我有這個恩賜 我就很開心 我有神 就很開心 因為祂自然會給一切的恩賜 還有智慧 如何處理生命 如何處理問題 如何處理人 如何處理前途 什麼神都會給我們智慧 只要我們日日平安卿 倚靠耶穌又平安卿 神就會醫治我們裡面所有的傷害 任何的傷害 所有的煩惱 神都會醫好 神會給我們聰明智慧 還有祂會給我們機會發揮 祂又會供應我們 又會給我們健康 因為耶穌說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 祂的願 這些東西都要加黑 所有的東西神都會加給我們的 所有 只要我們先求祂的國 關心神的國度 關心神的國度 關心神的國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帶領那麼多人信耶穌 第一就是傳福音 幫助人真的在神的國度裡面 第二就是讓耶穌作王 耶穌作王那裡才是神的國度 有很多人的生命是怎樣呢 是情緒作王 人的思慾作王 人的享受作王 就算基督徒也是 有很多不是神作王 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耶穌作王呢 耶穌叫我們不要做的事 我們不會聽話呢 耶穌做我們的事 叫我們做的 我們不會聽話呢 這就是讓耶穌作王 讓耶穌作王 神就會凡事祝福大命我們 神裡面有很豐富的 這個經文非常好 希望大家記得 你記聖經 有時那些經節是用特別的方法的 例如《令外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那你記三十 三十減一 那有些人說 我怎麼想到三十呢 哈哈 這個我們要放在記憶上 十一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十一號 十一號巴士 即是走路的意思 有沒有聽過 十一號 OK 二十九十一 這個經文真是好 我一起讀 耶穌說 尊大民力榮耀強 聖歸熱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手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你也治理萬物 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成都出於你 這個經文真是否很豐富 尊大 你是最尊大一個 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榮耀 你看這個世界的榮耀 人的榮耀 人有他的智慧聰明 人有他的美麗 有他的內在美 這些都是榮耀 但去到天堂的榮耀更加大 強性是指到勝利 勝利屬於神的 譬如你看到聖經裡面記載 神要那個打贏仗 那個人就打贏仗 因為勝利是在於神的 威嚴 他是最威嚴的那位神 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 所有都是你的 你看那些 中環那些大廈 每一座多少錢 每一座很值錢 都是屬於神 神如果有一天說 你做的事 我要將這座大廈給你 他就會給到你 神要成就的 他就可以給到你 全部天下 天上地下 都會給你 有些人說 為何現在快點給我 快點給我 我就可以享受世界 神不是要我們享受世界 神是要我們做好我們的本份 我們發揮我們的生命 我們整個生命都會發揮 到你真是被神去用的時候 神又會為你預備 足夠的資源去做到神 要你做的事 國度是你的 國家是任何國家 有些人說 有些國家不聽神話 但是神有他的計劃 有他的時間 神所挑選的人 必定得救的 雖然我們很難明白 但是神是會做功 譬如現在有很多敵黨基督教的國家 那些人祈禱 他們問神你是誰 他居然會見到耶穌 居然在這些國家 是很敵黨耶穌 居然他們會認識到耶穌 並且你為最高 是萬有之手 最高的位 是萬有所有一切的元首 豐富尊榮 一切的豐富 豐盛都是你的 一切的尊榮 都是從你而來 你都是從你而來 即是說他會來到我們那裏 從神那裏來到我們那裏 你有治理萬物 所有萬物都是你治理的 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 你有絕大的能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這是最後一句說話 很清楚說 人可以得到什麽 就是他會給我們尊大 我們成為尊大和強盛 都是出於你的 神可以叫你成為尊大 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樣 我們看看大衛 神賜給他這個音樂的恩賜 當他彈琴的時候 他就可以帶領素樂去 經歷到神的工作 將那些邪尼趕出來 神給他更勇敢去聖過哥利亞 你想一下 這個巨人 大衛不是在緊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球 我打網球 打網球 我用一個形容 有時人會上網 因為打網球 有兩種方法打的 不同的Bandball Bandball一定要滴到桌子一下 網球不用的 網球可以滴到地下一下 或者在空中可以打 有個人上網 站在網上 你想打球 他打球 他在右邊 或者在左邊 離開他 但又沒有出界 這樣的時候 你就贏到了 即是他打不到的時候 但打的時候 我們會緊張 為甚麼呢 緊張就打出界 第二 打到他那裡 或者打到網 想打的時候 但其實未必能打到 如果大衛很緊張 就死了 你打不打到那個額頭 打到那個盔甲 打到那個盔甲 打到哪裏 打得歪了 打不到 大衛不是這樣害怕 他真是神給了他的勇敢 在那時候 他打的時候 他直接是相信神 他直接跑向這個巨人 神的能力是極大的 神在那時候 給他這個勇氣 勇敢 他說 你打我 是靠刀槍劍擊 我打你 是靠萬軍之爺 他就拿了石 一拼 一打就打了 他的額頭 立刻 他就跌了 然後他就拿他的刀 把他 和他判死刑 而且他練掌的時候 依然是他敬拜親近神 我們就看到 原來神就把這個國 這個國賜給他 其實以色列 整個國家這樣統治 在神的帶領之下 就是在大衛的時候 之後就分裂了 在所羅門的時候 就分裂了做南國和北國 我就是看到神要將國道權並榮耀 賜給跟從他的人 你都可以的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大家曾經聽過 在網上看過的影片 其中有一個人 他經常上天堂 他所經歷的是作為參考 他上天堂 他就看到他自己將來的 他很榮耀 很尊貴 他都看到我 他看到我 他就告訴我 他好像一個王子 很尊貴 看到我將來的 即是在神的眼中 他就說 原來我們聽神話 神就叫我們成為王子公主的身體 另外一個在香港 他又上天堂 耶穌就給他看他那本賞賜紀錄冊 然後他因為我幫他的靈命 所以他就說 我也想看葉牧師那本 然後天使就拿來給他看 看到他就看到 很厚 包金 上面寫著我的愛子 由我的名字 我是很感謝神 不是我配得是神的恩義 原來我們聽話 就算我們曾經試過不聽話 我也曾經試過很多次不聽話 但是當我悔講 我真的要聽完你的話 真是神要我做的 我真的去做的時候 神就會將我提升到一個很高的身份 所以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文 神會叫我們成為尊貴榮耀的 阿里路亞 羅馬書8章28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以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這個經文就是 中文的翻譯其實是最好的 在英文就說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就是神在萬事中做功 叫愛神人得以處 這裡就是說 神在所有的事情做功 無論是信景和易景 我們畫了圖在這裏 在逆境的時候 左受見 神做工作 就叫我們得以處 然後順境的時候 神又做功 又叫我們得以處 就是說萬事 無論什麼事發生 就算你被人拿 被人傷害 曾經很多不開心 這些可以對我們有益處 那為什麼有益處呢 因為在這些事上 我們就更加學習倚靠神 更加生命成長 更加抓住神 下一篇圖我講到 怎樣神會做事 就是神掌管萬事 還有神想祝福人 即是什麼神都掌管 所以什麼事我們都不用怕 任何困難都可以放心 不要緊的 神一定有他的方法 神能夠透過萬事 叫人得以處 就將危機轉為轉機 就是說在這些所有發生的事 比如說你家人傷害你 或者有些人對你不好 你的同學對你不好 你的同事對你不好 這些所有事 神可以掌管一切 當你聽話的時候 祂就會使用某些情況 或者某些人去幫助你 叫你在那些事情得勝 叫你那個經歷過後 你是得以處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受過的傷害 我們就會 那時候人的方法 人就會注目在傷害 但是神的方法就是 你照在我 我一定為你開出路 我們讓祂掌管權的時候 自然那件事 就會對我們有益處 當人單靠自己 相對地 逆境會怎樣 擔心 懼怕 很難解決問題 不能掌握前路 因為人是不能掌握前路 當人被人炒一條魚 他不能夠逼另一個老闆請他 當人的配偶要離開他的時候 他不能夠逼那個配偶跟他在一起 我們很多事情控制不了 就算你將來生的子女 你不能夠逼他一定乖一定聽話 但我們可以靠耶穌去帶領他 我們不能夠掌握前路 所以前路是人會擔心的 人在逆境又會這樣 順境又會驕傲 靠自己 變得難相處 又會失去朋友 原來人在逆境和順境 都是會損害的 都是會損失的 但是神 我們靠神的時候 逆境和順境都是有益處的 當神作王的時候有什麼後果呢 第一就是神一時時陪伴我們 詩篇139篇第5節 一起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當神作王 祂就經常和我們一起 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我們就活在神的愛中 然後主要帶領 你前路怎麼做 神會帶領你的 神會和你說話 其實我不是一個先知性的人 這個又不是我強項 但是神會給我很多教導 很多意念就會彈出來 但是我為人祈禱 我就少這些意念過 我多點是怨性分別這個人的情況 其實過程神都跟我說話 但不像有些人先知性 都會說 你以前被誰傷害過 他會說出來 我就沒有這些意念 但是我會有很多教導 還有神給我怎麼智慧去幫助人 就是說如果神作王 祂會帶領你 祂會一定指示你的 那你在神裡面 有無限的提升 那為什麼人不肯給神作王呢 明明神這麼好 大家是不是說服神是最好的 是不是 你們相不相信神是最好的 那你是不是完全聽話呢 你想想這個禮拜 你是不是完全聽話呢 為什麼不肯聽話呢 這就是原因 因為人喜歡自己做主 人想得到自己要得的東西 人想用自己的方法 還有不相信神是美善的 那我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我相信神是美善 而相信我靠自己一定不變 所以我不斷靠神 整個生命就提升了 在下面那些圖畫 人喜歡坐在寶座上 還有呢 世人的看法就是 人得為己天諸地面 其實這些是最慘的 世人的思想方式 一定是最慘的 那怎樣被神做完遂呢 第一就是完全降伏了 神啊你說什麼我就聽話 聖靈感到我們怎樣 我們就聽完 聖靈感到我們不要煩惱 那你說我很煩 那怎麼辦呢 只要我們說 神啊我想不煩 不過我現在還在煩 你幫我吧 那我們可以唱詩歌 用聖經的話語 一路思想神的正面的東西 就是思想好的 不要吃垃圾 人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不要不斷去想 還有自己的失敗 不要不斷去想 不斷去想 後果就會很慘 其實就是充滿神的意念 神是幫我的 神陪著我的 這個其實很簡單 是不是很簡單 不要吃垃圾 吃神的好東西 還有人的好東西 譬如有人對我好的 關心我的 我接納 我欣賞 因為朋友不是經常有的 有人對我好的 我們接納 多謝祂 我們聽神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們的生命就會提升 這個很簡單的秘訣 是很簡單的 不用學很多的 當我們聽話 神就會祝福了 又深信神完全的掌權 就是說 什麼祂都掌權 你的前路 你的聰明智慧 你的內心世界 你說我內心世界很多人不開心 你給耶穌掌權 你給耶穌掌權 他一步一步會處理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人的阻礙 我們好東西保持著 所以神會在一分鐘或一日 將你完全改變 如果是這樣就簡單 是吧 一說耶穌 一聲 整個人開心 又不會煩惱 真是好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阻礙 那阻礙又怎樣呢 我們需要一步步去清理 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在一個過程清理的時候 我們有任何的進步 百分之一進步 立即感謝神 又欣賞自己 多謝主 我有靠耶穌 有進步 就不是驕傲 我是感謝主 我是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逐步進步 但是人的方式 總是怎樣呢 哎呀我還有很多問題 就會不開心 我們有一定的進步 多謝主 我今天又開心了 這樣就是神 哈利路日 我今天可以笑一下 我可以讚美神 鬆了 我就立即開心 這樣就會繼續進步 其實不難的 這都是神給我的 一些聰明的方法 一些智慧的方法 神帶領我 我就順服了 這樣的時候就提升 是不是很簡單 耶穌話事 我聽話 就是這麼簡單 神帶領我 我聽話 因為祂掌握一切 人做主就會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 因為人是怎樣 人是沒有耐性 親近神 我沒有耐性 那怎麼辦呢 鑰匙就是起源 大家有沒有喜歡的 喜不喜歡吃雪糕 喜不喜歡吃芡果 荔枝 你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想到神 你喜歡誰 你說神做這些東西 那你說神不是做雪糕 雪糕是人做的 不過那個材料是神做的 我們就喜悅神 我們喜悅神有耐性七日神 當你七日神的時候 神你真的很愛愛 多謝你給我一切 呼吸都舒服的 放鬆個人深呼吸 放鬆個人深呼吸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的方法 因為拿著耶穌 深呼吸都舒服一點 就是喜歡神任何的東西 多謝天父 例如睡醒覺覺得舒服一點 感謝神 睡覺是舒服的 不過現在不要睡 多謝神 就是喜悅神 喜悅神 喜悅神就會喜歡親近神 就是人的途徑就是沒有耐性 人是不喜歡有耐性的 就是人不喜歡做一些長時間的事情 總之人喜歡信從自己的喜好 而我們應該怎樣 放下自己的喜好 是喜好神的 因為神的喜好是最好的 人是會怎樣 順著情緒說話 發脾氣就會罵人 但是神的方法是怎樣 是有愛心和柔和的說話 就是說 我是關心人的感覺 我關心人的感覺 有連率的心 神就喜悅了 當我們連率人 神就會說 你連率人 我都會連率你的 連率人 必無連率 所以我們就不再發脾氣了 回到家裡 有不開心 我們留意這件事 有些人會這樣 回到家裡 就會有些不開心 見到家人 就覺得 快點想入自己的房間 或者自己的書桌 就不想對待他們了 這個需要處理 我們發覺 如果我們對他們不耐煩 的時候 我們需要處理 處理以至 我們會對他們說柔和的說話 神就歡喜了 就不是說 不是順著情緒 說話 或者順著情緒 給他們面前看 人呢 又會容易憎恨和不言說 就是說 那人真是壞 但是呢 我們怎樣 看出祝福和言說 看出人的軟弱 他被人傷害 所以我看出他 又要祝福他 人會隨意追求異性 有些人不敢追求異性 就在心中夢想異性 夢想 我和這個人好 就怎樣了 這個都是用人意的 但是我們要尋求神的心意 神會為我們預備 如果神在天上 已經寫了你和誰結婚呢 你不用去 當然我們都會和那個人交往的 不是說你什麼都不做 你自己身處在房間 神就會把那個人送到你的房間的門口 觸遞 你的女朋友 你的男朋友 觸遞來了 神會觸遞 神是會感動他 感動你 但首先我們都學人和人交往的 和人聊天 關心人 講正面的話 神就會為我們預備 但是我們不用很刻意去追求 神會為我們預備 會感動對方的 我們對人好 神會為我們預備 神的心意 神會為我們預備 人是不願付出代價 覺得奉獻的錢 就損失了 但是神是 我們的心意就是 我們奉獻的時候 反而是 神會給我們更多 但是我們奉獻的時候 不要想著神給我 只是想著神會祝福我 我聽話 我歡喜的奉獻 神是喜悅的 人是會為自己而活 但是我們為神而活是最好的 為神而活 就是 我每一天 我今天是不是為神而活 我今天榮耀神 我今天祝福人 神就喜悅了 這個就是人的途徑 人的方法 人做主和神做主的分別 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啊 我們照右邊那裏 我們嘗試右邊那裏讀一讀 神做王是怎樣的 第一 喜悅親日神 放下自己信從神 有愛心和柔和說話 看述祝福和饒舌 尋求神的心意 放下自己信從神 為神而活和示奉 那些都是神所起業的 事奉的時候 也有些人說 哎呀 那些人又不回 哎呀 小人啊 那些人聽話 這個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我們 事奉神是怎樣的呢 幾多個人來到 就算那天只有一個 你就祝福那一個 心態又是 我享受祝福一個 可能祝福他都是開心的 那事奉就開心了 但有時就會 哎呀 神在那裡想著 哎呀 那些人來真的不開心了 那就是自己的方法 就是自己的事奉 是要成功啊 榮耀啊 這都是人的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 是用神的方法 不要緊的 一個人就一個人 我令到他開心 我就做了神 歡喜的事 神又起源 神又會賞賜 那我心裏面就開心了 而最緊要 我們怎樣能夠 活出神的計劃呢 就是加勒太書二章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鄉十字架 現在活著 即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好了 那要講到 即是說 原來一個基督徒 最好就是耶穌活著 不是我活著 因為我們活著呢 我們就會有情慾 我們就會有愚蠢 我們就會有情緒 我們就會有錯誤的決定 我們就會有詩意 這些全部都難了 即是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的罪聖情是怎樣呢 我們的罪聖情 經常爛阻神做功 即是我們裏面有一種阻力 我們越釘死這個路亡 即是這種阻力 那這種阻力 那阻力呢 很多人說 我相信耶穌應該都不太多 當我們發現有情緒 這個就是阻力 有負面想的就是阻力 那些不好的事情就是阻力 這些全部都是由罪聖情走出來的 其實一個人平日 你是平日 經常都謝謝耶穌 你都有人 還是平日 哎呀很煩呀 哎呀不開心呀 很困難呀 是哪樣多呢 如果經常都是情緒 負面呢 這個就是罪聖情 有本經徒 從早到晚是罪聖情獎盤 就是整天都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的時候 就怎樣呢 立刻求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 不要介意這些 立刻看著耶穌 耶穌有充滿的能力 其實神的閹蓋在那裡 靠著 幫助我們的 我們凡事都能做 神一定能夠做的 凡事都能夠做的 神有計劃 神的道路是最好的 超越人的道路 經常深信神的恩典 我們自然就能夠釘死路 即是 方法就是 不去想這些困難 去想神的恩典 依靠神 就會有力量 而 怎樣鼓勵我們呢 就是 基督很樂意住在我們心中 我希望大家整邊 神是很疼我們的 神是很想的 很樂意 時時充滿我們的心 祂不是 好像不祭一樣 就是因為祂找我們先 還有我們去放下 我們的自我 和我們的罪 我們的情緒 就能夠給神掌管 和提升生命 你看到圖 就是很多人 背起十字架 跟著耶穌 就是說背十字架呢 有很多人 說背十字架 他就說 受苦就是背十字架 其實聖經講到 十字架 根本就是釘死的意思 就是 我好像看我自己 就是釘死 和耶穌釘死的 就說我已經 好像上了十字架 我已經死了 現在活著 我不是追求我自己 我是追求神人 這個就是 十字架 釘十字架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提升了 在這一陣子 我們思想一下 我們生命有幾幾十掌管呢 我們的生命 有幾多阻滯呢 是我們說是有幾多呢 我們在神面前去悔改 在神面前 阿神啊 你赦念我們的罪 在這一陣子 我們每個黑迷眼 去反思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有幾多東西 是從人而來的 從罪性情而來的 不是被耶穌做主的 這些就會阻礙神的工作 我們對某些人 是不是有些抗拒呢 對家人 是不是有些抗拒呢 我們可能說 我家人 有些地方有些困難 有些問題 但我們對他抗拒是我們的罪 當我們有這個罪的時候 我們就困難了 當人有問題 然後我們發脾呢 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就求耶穌幫助我們 反思我們的生命 我們家人有對我們不好 我們就放手 神啊 讓我的心是耶穌做主 耶穌做王 耶穌將會 我的生命就有一個人 我便可以乾淨了 我便可以乾淨了 怎樣可以脫離這些 所有的 不好的意念呢 怎樣可以心裡乾淨呢 我們丟下那些不好的意念 我們放下 負面的情緒我們放下 我們不再停留在罪的意念 我們放下 我們不再停留在罪的意念 我們放下 我們不再停留在罪的意念 我們不再停留在罪的意念 我們不再停留在困難裡 經常想著神的一臉 多謝天父 我們一起提到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你關心我們 你很想祝福我們 但人很多時候有阻力 人喜歡自己做話事 當我們自己做話事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就會有情緒的問題 我們就會有各樣的困難 我們裏面也都是不開心 我們裏面是缺乏力量 也都沒有神所給的平穩安靜 但當我們願意悔改親近神 看到神多美好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有喜樂有力量 我們都將所有困難人的問題放手 我們欣賞他們 他們都有對我們好的地方 我們欣賞他們 我們為他們祝福 為他們祷告 並且搖說他們 我們的心就輕省了 我們有深信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每一個都是寶貴的 神很體重我們的 神在我們前後環圓 我們按手在我們身上 神提升我們 神要大大祝福我們 我們的人就會平安興灑 我們多相信神的應許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醫治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裏面的潛意識 醫治 幫助我們將這些負面的拿走 所有的垃圾清除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祷奉 祝主耶穌聖命 阿满 阿满 哈利路亞 阿满 封 小 бизнес 阿满 m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